勇奪本屆奧運設計項目定向飛把銅牌的李孟遠 今天來到台北大巨蛋 為台岡雄英主場賽前開球 首度站上投手球 李孟遠說自己很震撼也很緊張 還好後來呢仍然投出了好球 而現在獨牌成為台灣之光了 讓他的關注度大增 李孟遠感謝大家支持 但是呢他強調仍然想要專注備戰 目標是前進下一屆奧運 3 2 1 請投出 高舉手臂奮力一揮 好球 謝謝 結果跟射擊一樣精準投出好球 勇奪巴黎奧運設計項目定向飛把銅牌的李孟遠 受邀到台北大巨蛋 為台岡雄英主場賽前開球 從射手跨界當起投手 其實上去蠻震撼 蠻緊張的 投手球離那個那麼遠 對啊 很怕投不到對啊 結果後來好險投得還蠻準的對啊 這回不拿槍改投球 自憑表現還算不錯 其實正式開球前 李孟遠在場邊不斷練投 照盼成功丟進好球袋 展現運動員精神 而除了分享開球感想 也回顧巴黎奧運的征戰心路歷程 心裡我其實當下我是一直告訴自己 我要打冠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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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後我覺得我表現已經超過我 其實我能想像的張力的成績了 奪牌成為台灣之光 讓李孟遠關注度大增 所以感謝大家支持 他仍想專注備戰 目標挺進 下屆奧運 我難過的是 我覺得我已經打這樣子 我還是打不贏他們 希望回去的時候 還可以再更努力一點 搶得第一面獎牌 還要繼續拿下更多面 李孟遠的奧運夢 再遠都要步步實踐 謝謝陳林彭鳴社 特別棒